白酒这个赛道还能不能做 怎么做 你好老师 你投资的那个叫煎面小酒 煎个面小酒 酱香 做这个白酒的 你酱香还是农香 我是做的清香 清香的 就是本地企业 你来自于哪个省 新疆 我想就是问一下 就这个白酒这个赛道 还能不能做 怎么做 第一赛道是肯定能做 因为目前白酒在中国的上市公司 就大的企业 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总体来说 是打不过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只是前期 在那些政策红利 资源红利而已 严格来说 当然现在国有企业 开始民营改制 我们叫混改 它想改变 其实当然都蛮难的 包括青岛啤酒 所以白酒 是一个非常好的赛道 就跟老干妈一样 它是巨大的上瘾的赛道 于是在新疆 西部地区新疆甘肃内蒙 实际上好的白酒品牌 都可以重做一遍 所以你要真心想做 有些积累的话 你现在做绝对来得及 尤其是做西北人的 西北小酒 或者西北新一代白酒 第一品牌 我们这个市场 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年轻人为主 中老年人 其实酒这个东西 他一喝 他会有很强的粘性 就一些老人 比如你父亲那代人 你让他换一个品牌 很难的 他不会换了 他已经形成 非常忠诚的很难换了 所以你要切年轻人 就可以了 但核心是 你的销售半径 这个渠道 稍微的打透 需要聚焦一些 因为白酒我投过 我也是从零开始 跟他一起做的 电商渠道的费用太高了 最后死磕都是餐饮 餐饮跟夫妻老婆店死磕 把利润让给他们 这是零到一的演变 我这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这是我们的一些积累 但是西北白酒 叫什么呀 叫西北新一代 年轻人的白酒品牌 这个定位是空缺的 可以做